前省督林思齊博士大半生在商界拼搏 又熱心服務社會 將工作做到盡善盡美 見證了本地華人的艱辛移民路 同時慷慨捐贈公益成為慈善家 但退休後 他卻能放下公務享受機遊閒又多姿多彩的生活 我們的記者羅永森 在已下來的專訪櫻花瑜訪問了林思齊 知道他有一個心願 並且已經付諸行動 就是要將溫哥華打造成西方的櫻花之道 原來櫻花是啟發他的人生哲理 85歲的林思齊從未因為退休而停下來 無論是栽種花草、煮食 甚至修理電腦 都堅持凡事親力親為 他近年將大部分時間尊嚴栽種植物 林思齊一向對櫻花情有獨鍾 滿年春天櫻花盛開的時候 這位歷盡風雨的前B師省督 都會受到櫻花的美他而感動流淚 在林思齊住宅樓下花園裏面的櫻花樹 就是由他和太太陳坤兒 合力落種 和灌溉栽培長大 花是要自己種的 種子是要自己落的 然後才有那個歸屬、親切的感 如果別人種好擺樹 是,那就不錯 不過自己落種 看它飆 還有跟它異直 還有跟它落水 還有落肥 這些全部一手的工作 就更加疼過櫻花了 對於辛苦經營 事業上能夠揚名納曼 累積巨大的財富 以及後禮 在公職上的成就深受讚揚 以至到1997年 致愛太太的離世 和她自己在年前 真實幻想癌症 林思齊早已漢化人生 她用櫻花短暫的花開花落 但是聖方時 燦爛奪木的情景 來比喻自己曾經度過的前半生 來也匆匆 去也匆匆 這一種 就是人生哲學 沒有留戀 不需要留戀 來了 盡做 要去就去吧 1988年 林思齊獲前省長溫德森委任為第25任 BC省督 直至1995年榮優 一早7年 一向對太太 林陳昆兒非常尊重的林思齊說 太太最初的反對 差點令她放棄省督任命 我幾乎做不成省督的 因為她找我的時候 我說我要問過太太 他說你問問 遲兩天打電話 那太太怎麼說 我說我太太說不好 那你呢 他說不好我當然不好 林思齊對於本地移民貢獻良多 對近年大批華裔移民湧入日本國 林思齊用自己的經驗 導出一套處世哲學 她建議身移民 要融入社會 就要先放下中國人 一貫國家自掃門前雪的觀念 不要怕吃虧 你答應了做 下雨又回來 下雪又回來 好天又回來 做到你累 都未能放得工 你又在做義工 你不是蠢才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個機構 一個團體一個組織沒有蠢才 沒得做 沒得做 所以我是蠢才哲學的始創者 林思齊愛花 將花融入生活 變成生命的一部分 另外她從小 亦到熱愛唱基督教的聖詩 唱到感人的歌詞 會不禁落淚 這首在花園裡 就是林思齊的媽媽 在年輕的時候 為了學習英文 而經常練習的歌曲 林思齊妹妹重複唱唱 感受一下自己擁有 豐盛多彩的一生 And he walked with me And he talked with me And he tell me I am his soul La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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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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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nel M 記者羅詠心報導